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虚拟货币交易所龙头Coinbase预估在今年4月份上市 今天我特意讲到这家公司是因为它与其他最近上市的公司有着很大的一个区别 那就是Coinbase已经是一家盈利的公司了 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因为去年到今年上市的成长型公司大多数都是亏损的 这一次难得见到有盈利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Coinbase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一些风险提示和我个人会不会去打新Coinbase 当然了这整个视频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 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 那我们开始吧 Coinbase成立于2012年 也就是比特币刚面试的三年后 非常有先见的一家公司 也是世界上第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 Coinbase能让用户买、卖、持有、存放、使用和消费加密货币 面对消费者的同时也面对企业 为了鼓励用户存放加密货币 他们还会定期给存放利息 Coinbase还让用户用比特币来抵押贷款 未来Coinbase还即将推出他们的储蓄卡 使用他们的储蓄卡的用户会获得比特币奖励 Coinbase目前支持超过100个国家 加密货币的市场占比高达11.1% 两年时间内增长了260% 所以我们能看到Coinbase的野心是很大的 他们想创造一个虚拟货币的交易 投资生态 除了业务之外 Coinbase也可以说是最正规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之一了 因为不仅Coinbase是美国第一家持有正规牌照的比特币交易所 同时他们还在2017年获得了纽约金融服务局颁发的Bit License牌照 关于安全性 Coinbase自称他们的用户从来没有被黑客盗取过任何的虚拟货币和资金 如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记录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时每刻都有黑客在某个角落在尝试着攻击这些金融交易平台 比如最近的Cash App的用户说他们的账户被黑客入侵了 其他交易平台和电子钱包也常听到类似的事件 可以说是挺常见的事情 但就这么常见的事情 Coinbase却说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过为了确保Coinbase说的话的可靠性 我还特意的上网搜了一下 看看是否有Coinbase的用户的账户被黑客入侵过 结果发现在网上的社交平台上有找到一些Coinbase用户自称被盗的案例 也有一些受害者在YouTube上讲述着Coinbase账户被盗的经历 当然了这些贴子和视频的真实性我们就没法考察了 不过我们至少能看到Coinbase可能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100%的安全 毕竟只要是软件都有这个被黑的潜在风险 这也给我们投资人提了个醒 那就是公司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功课 大概讲完Coinbase干嘛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Coinbase的商业模式 他们的商业模式很好理解 分为交易费和订阅费 这里面交易费占了总营收的85% 也就是11亿美元 所以理论上交易加密货币的用户越多 金额越大 他们整体会赚越多的钱 因为交易费用是按照百分比收取的 根据目前Coinbase提供的数据 Coinbase的平台上的散户们平均支付1.4%的交易费 Coinbase另一个隐匿方式就是通过订阅服务 也就是交易以外的那些服务 比如贷款业务 存放 支付等等 这一套商业模式是正式可行的 因为他们今天已经做到盈利了 净利润达到了3.22亿美元 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 而且不仅Coinbase实现了大幅度盈利 他们2020年的营收比 2019年增长了139% 高达12.77亿美元 Coinbase高速的营收增长 并没有像其他成长型公司那样带来额外的亏损 而是直接实现了盈利 净利润率高达25% EBETA高达5.27亿 也就是41%的EBETA利润率 这是现在很多三位数的成长型公司做不到的 现在几乎市面上很多成长型公司都是销量越大 亏损就越大 从这一点来看 Coinbase比他们要优秀多了 商业模式是明显可行的 Coinbase去年之所以赚这么多钱 是因为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在2020年的暴涨 让交易量在去年大幅度的暴增 从这样图我们能看到2020年第四季度 Coinbase的散户比特币交易量大幅增长 交易量和营收有着明显的关系 因为我们能看到2017年之后 当比特币下跌的时候 散户的交易量明显缩减了 也就是说散户的交易量和比特币的价格 有着正相关性了 比特币价格越高的时候就越多散户交易 但是另一边机构每年的交易量都在增长 也就是随着时间 入场比特币的机构越来越多 而且很明显在2018年之前 是没有什么机构在玩比特币的 机构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真正入场的 也就是说这一次比特币的上涨 要比2017年的时候要靠谱很多 这也减少了Coinbase未来营收的不稳定性 特别是机构的交易量 要远远的高于散户的交易量 高出78% 而且我们能看到机构的中位数的交易量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91% 机构加上散户也有50% 所以过去几年加密货币的崛起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单纯的炒作这么简单 现在跟2017年只有散户玩比特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这一次的上涨是因为机构也入场了 散户的交易量明显从2018年第一季度就开始衰落 再也没有回到当时的巅峰了 而机构在不停地加持 过去几年机构的交易量远远超出2019年之前 所以这些机构的交易量会是Coinbase未来持续盈利的法宝 还有就是Coinbase的管理层说 他们会更集中地推广交易以外的服务 减少Coinbase的营收对比特币的价格和交易量的依赖性 目前Coinbase认证过的用户数量达到4300万 其中有280万是每月活跃交易的散户 另一边使用Coinbase来交易和存放的机构数量超过7000家 里面包括了对冲基金、退休金基金和集团等等 而这些散户和机构的2020年的总交易量高达1930亿美元 同时在Coinbase平台上存放的资产价值高达900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Coinbase的规模是不小的 市场潜力方面加密货币也是很大的 在2018年的时候加密货币的市值只有1300亿 而2020年加密货币的市值涨到了7820亿 如果ARK今年的预测是成立的话 那么这7820亿的市值只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Coinbase未来的潜在增长是非常高的 当然了虚拟货币未来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 哪怕是ARK的预测那也只是预测而已 大家还是要独立思考 说了那么多好的 是时候来说一下Coinbase的风险了 首先Coinbase不缺钱 所以选择了direct listing的方式来上市 这种上市方式跟过往普通的IPO不同 direct listing让股东直接在上市当天就可以出售手上的股份 这样Coinbase就可以省下承销费 因为没有涉及到发行新股 股东也可以在上市当天直接变现 甚至原本的投资者都可以直接退出了 这无疑对Coinbase这种知名度高的龙头超级独角兽来说是最有利的上市方式 特别是对于最近新股上市后一个个动不动就50%以上涨幅的市场 老股东们肯定希望直接在上市当天就以市场的高价出货 对于这方面 Spakking Tramath提出了一个对Coinbase的质疑 这质疑不是在质疑公司的基本面 而是它的上市方式 他发了这个推特大概的意思就是 他觉得Coinbase的上市方式可能是在割韭菜 让散户来接盘 他有着想法是因为1月29号的时候 Coinbase的估值是540亿 而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不到 Coinbase的估值就上到了1000亿 所以他担心机构会利用这个时间操纵估值 然后在上市那天高位抛售 让散户来接盘 当然了Tramath是Spakking 他多多少少是有点主观的 因为direct listing这种上市方式 本身就有损害到他的那些空壳公司的利益 但是他的推文还是有点道理的 所以Coinbase的估值确实存在疑虑的 想投资Coinbase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说到这就不得不讲一下估值了 现在Coinbase在上市前就已经达到了1000亿的市值了 假设Coinbase上市后估值达到了1000亿的话 然后2020年的营收按照12.77亿来计算 那么市销率会达到78 这是超级高估值 为了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两位规模业务更大的金融科技公司 他们同时也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等服务 第一个就是Square 也就只有1000亿的市值 也就是说Coinbase上市后 市值还有可能会超过Square PayPal算科技金融巨头了吧 也就2800亿的市值 他们两个的市销率也就12到13左右 所以Coinbase现在78的市销率 已经把Coinbase未来的营收增长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未来的上涨潜力都提前透支在这估值里面了 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潜在风险 那就是如果未来比特币不幸崩盘了 或者进行长达几年的震荡和下行趋势 那么Coinbase被杀估值的幅度会非常大 因为Coinbase的估值太高了 所以比特币的走势不能走弱 不然Coinbase现在1000亿的估值是撑不住预期下调的 从过去一个月成长股被杀估值 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下杀的威力会有多么恐怖 特别是超级高估的股票 当然了如果比特币继续走强 假设涨到10万20万 那么哪怕现在超级高估值的Coinbase可能还会继续涨的 所以从炒股的角度来看的话 投资Coinbase其实就是间接的在投资比特币 说到估值 我们也能看到隔壁的Airbnb的估值也很高 市销率达到55 但是资本就是喜欢 觉得无所谓 我们也没有办法 它还是能涨 这就是龙头的魅力 也就是说Coinbase有可能上市后会保持高估的状态 只不过新的股票持有者要承担较高的风险 可能上市后翻倍 有天也可能被腰斩 所以Coinbase现在超过千亿的估值 我觉得不太适合风险承受力较低的投资人 除了比特币本身的风险和高估值之外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 Uniswap 一家去中心化交易所 它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Coinbase 所以去中心化交易所不是梦 真的是一个趋势 像Coinbase这种中心化交易所 在未来是有被去中心化交易所取代的风险 当然了 这个风险不是短期风险 但是还是需要留意和知道的 因为这个趋势开始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我个人会打新或者投资Coinbase吗 答案是我应该不会去打新或者短期内投资Coinbase 首先这1000亿的估值是上市前的 如果Coinbase上市了 凭它的热度 开盘可能会超过1000亿以上 甚至开盘去翻倍我都不会惊讶 但是超过1000亿的估值 我个人真的是没法下手 如果我一定要投资虚拟货币 我还不如去直接去买比特币好了 因为我觉得没太多必要 溢价去买一个走势可能会跟比特币一样的公司 从打新的角度来看的话 高开的几率是不小的 但是等我们这些散户真的能够买到的时候 估计已经很高了 加上最近股市不稳 高位接盘的风险是很大的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选择是上市后等一段时间 让他自己先找到自己的定价 然后再去决定 但还是那句话 Coinbase大概率会很依赖比特币的价格走势 因为他们公司的业务都在围绕着加密货币 所以我个人觉得投资Coinbase 还真的不如投资比特币来的实在 至少比特币没有Coinbase刚上市的 短期超级溢价的高估值的问题 而且买Coinbase你不但要提防比特币下跌的风险 你还要提防股市下跌的风险 这种双重风险我觉得不是很划得来 当然了Coinbase本身是一家难得一见的能够盈利的三位数成长型公司 这方面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 只不过目前的估值对我个人来说太高了 还没上市就78的市小女我真的不敢碰 超过了我个人的风险承受范围 但以上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独立判断 所以大家想买Coinbase吗 可以在评论区你和我说哦 如果想学习更多关于股票知识 我们现在有会员福利 每个月只需要2块9毛9就能解锁5个会员大福利 第一个福利就是每个月我会更新VIP会员Q&A视频 第二个福利就是我们有VIP会员群 在群里面我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同时我还会实时的分享我每日的操作 第三个福利就是每天我都会在我们的YouTube会员社区更新我当日的交易 里面包括了我的私人账户和小汤微牛账户的仓位 每天在社区里我还会总结一下当日的股票行情 分析和我对未来的看法 第四个福利就是我每天都会与大家分享我关注的股票和我心目中的价位 第五个福利就是我会在YouTube会员社区进行个股分析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福利 现在加入只需要2块9毛9一个月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按钮 或者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里面的会员加入链接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在群里见 如果想开户微牛领取免费股票或者想加入我们的群组的话 链接都在视频底下的描述栏里面了 好的视频就到这了 以上内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 大家待会独立思考 如果喜欢这一期视频 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 如果不小心说话了 点到这个小铃铛那就更棒了 这样下次有新视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感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